阿諾 這個路不是太好走 小心 你看这棵大树很大的 上千元的一个时间了 我一出生就看到了 因为我从小就出生这个村子里面 我们这个蜡蜡记忆就是这样子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我奶奶教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又教给我 我现在就传成这个记忆 就挂着蜡蜡布那里就是我家 那是我妈妈 这个战胆 이건 closin 它成为小CP掉的 棵 değil 你把它的见到高温就会浄成水 然后就可以用一个蜡刀 粘起蜡叶 这个蜡刀就一个蜡刀 没有别的吗 yup 里面www 平时是用这里吗 对 对 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那个蜡是从缝缝里面流出来 就这样子画 就这样子 在里面 OK 对 用间接来画 哪的笔就这样子 对 往下是吧 对 对 是这样子的 对 错了 对 很难是不是 对 握一下 对 这样子握一下 最难是B是360度 都可以画 但是这个不是360度 就是转的时候 蜡出来的地方一定能固定一下 对 没有蜡了 对 没有蜡了 要重新摘蜡 哇 我们也不小心 然后滴到蜡了之后 那你就可以画一朵花 或者是到时候你多加一下 多点几点 它就成那种满天心 也很好看 做好蜡画的关键 第一就是掌握温度 然后还有亮度 不能直接画 你要把它先滴一半 然后第三呢 先想好你自己要画什么图案 这个是画一棵树吗 本来是一棵树 但是后来是我的手不稳定 然后就是不像我想要的感觉 哇 好难 你要做细节不行 要做大一点就显得OK 对 是的 可以的 不管好不好 都是自己亲手画的 亲自体验的 挺好的 对 第一次画已经很好了 这完全和我想法不一样 想法本来是画一个 时尚的东西在中间 但是 做的图案的时候 我发现会很难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嗯 在画呢 那是什么 我试一下 我知道了 可以的 开始拿到来画 哇 没事 再补一下 我感觉我是一个 小孩 是像 这次画画的感觉 哈哈哈 因为第一次画已经 这样子已经很好了 鼻孔 哦 还没得找到办法 就这样子 对 这样子 对 这样子 可以 你要画得多好啊 真的 马上完成了 好啊 可以了 你看 它是挺好的 真的 对自己的话满意吧 对自己的话满意吧 满意 没事 下一次更好 生长这些大山里面嘛 我们的眼里看到什么 我们就画什么 我们的燃料呢 都是种在我们的深山里面 因为这段时间嘛 它是刚刚长出来的 新芽 我们这边呢 叫做那个蓝殿草 也是大家熟知的 把蓝羹 在这里面呢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种 每年就会种新的嘛 它是去年的羹 然后它长出来 然后也有新种的 就比如说我们 一下看一下 那它只是变成绿色 对 没泡的话 它不会变成蓝色 我一见来过之后 看的衣服 觉得好看 他们喜欢的 文化是喜欢蓝色 但是没想到 是因为一个草变蓝色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我们的蓝殿草是绿色 然后现在我们 染出来的衣服是蓝色 等一下摸的话 舌头变成蓝色了 那个我们早上 闻到的味道不一样 它已经发酵了嘛 蓝殿植物染色的味道 我给你摇一下水 给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水 它是那种黄绿色 它就跟那个空气接触 然后产生了这种反应 然后它就慢慢的变蓝色 对 比如说这个水都还可以 你看都没问题 真的 因为这个水的话 我们平常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尝着 到底好不好 是吧 没什么味道 就很好的 因为本来这个水是植物的 法国可能80年 90年的时候 都喜欢比较夸张的颜色 都喜欢比较新的东西 那现在200年之后 喜欢比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颜色 比较自然比较一天的想法 还有文化的东西 还有故事的东西 都会比较喜欢 就是也是natural 就是会recycle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蓝电泥 好啊 你看这就是蓝电泥 你看 刚才我们看到的蓝电草 就是这个 颜色深的话 就代表蓝电泥很好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肿起来了 我们就拿蓝电泥 然后把它抹一下 它就可以消肿 去洗一下手吧 因为我们的植物染色 它不像其他染色一样 就一下子放下去就好了 这个要反复地染很多次 你自己染一下 往下就这样 对 其实我们就可能等个几分钟 然后再捞上来 就是变成黄绿色 黄蓝色 然后这样子 你看它会慢慢地 慢慢地变成蓝色 你看它会慢慢地氧化 变成蓝色 对 可以了 真的蓝色 第一次就出来是绿色 但是你等一段时间 会慢慢变蓝色 这个时候我又比较 好贵的感觉 当然呢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染缸了 怎么去养缸啊 这些都很难 所以蓝电泥 我们的染料 然后还有米酒啊 这些每天都要放 就相当于是每天要吃饭一样 对 把它这样子煮 对 那个颜色不会掉了 对 不会掉 因为它要高温煮辣 把那个辣给煮掉 因为辣遇到高温 就会融化了嘛 你看 现在 你看现在图案是不是变成白色了 好 你看 是吧 变成白色了 对 有辣的地方就是白色 然后现在洗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就是像这样子吗 对 这样子 这样子吗 对 是的 这样子 对 是的 然后现在在晒 然后等它晒干了就可以拿回去 然后就可以插在身上了 好看吗 没有 比较想回去 更学习多一点点 怎么画都比较厉害 会比较满意一点点 我的画 之前就是我们的传统的 沃托文的图案 它可以代表我们 单载的那的图案 然后这是锦鸡 这是蝴蝶 每个图案 它有自己的寓意故事 蝴蝶妈妈 它是我们苗族的先祖嘛 就称它为妈妈 那以前老人他总是想着 我要把这个记忆 传承给我的子女 那现在呢 我们要传承给更多的人 我希望呢 出去打工的那些妈妈 能够回来就念 跟我们一起 把这个记忆给传承下去 把我们的文化 不仅是传承 而且要把它发展得更好 把它代出大山 能够走向我们的全国 甚至全世界